各位读书会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今天晚上和大家分享《悠游度过一天的24个小时》这本小书 作者是英国的阿诺德·本·约特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这本书名他吸引了我 悠游的度过,悠哉悠哉的,好像旅游一样的 度过一天的24个小时 这本书的书名吸引了我 我们听人家说,时间就是金钱 这句话对,但是这句话也低估了时间的重要性 其实时间比金钱要宝贵的很多很多 你去观察夫妻的生活,发现很不一样 有些人喜欢省钱 但是我更喜欢省时间 如果让我选择 我宁愿选择省时间而花钱 所以有时候我会提醒我太太 你是想要省钱,但是我想要省时间 当然最好就是又省钱又省时间 时间比金钱要宝贵很多 每天早上我们一醒来 我们的钱包里就神奇地装上了24个小时 这24个小时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最宝贵的财富 是非常特殊的商品 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是不能预知未来的 我们浪费的 不过是过去那一刻 我们不可能浪费明天 因为明天还没来呢 明天还给我们预留着呢 我们也不能浪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也为我们保留着 所以怎样恰当的有效的利用时间 是一个最急迫 也最让人振奋的一个实际的问题 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 快乐也取决于我们对时间的运用 时间的供应是固定的 这一点让我们很欣慰 但同时时间有限的近乎残酷 很多人不去旅游 不去放松 借口是很忙啊 没有时间呢 意思是 很忙啊 我一天只有24个小时啊 如果有人直白的跟你说 我很忙啊 没时间啊 因为我一天只有24个小时啊 你一定会笑他 谁不是24个小时呢 如果你去观察西方的一些绘画 你会发现那些绘画里面 常常会出现一个骷髅头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不言自明 各位都知道 代表死亡 就是活着的人 要把死亡这件事放在心上 因为死亡是我们的结局 所以呢 死亡会纠缠着我们 有一天会追上我们 很多人感觉 死亡追上他越来越迫近 那请问 所以很多人觉得没有时间 我很忙 我一天只有24个小时 所以不能放松 许多人之所以郁郁不安 是因为他总觉得 每天有很多想要完成的事情 却没有时间去完成 我们总是希望 给我更多时间 更多时间 我就可以做更多 我想要做的事情 其实我们不会有更多的时间 我们的时间 就是每天24个小时 或许我们也希望 别人传授给我们 一些特殊的秘诀 让我怎么样 完成我每天 想要完成的事情 我曾经也写了一篇小文 一个人如何能够完成 每天想要完成的事情 并且我认为说 可以做得到 也指出了一些方法 但问题是 我自己也没多少天 达成这样的理想 有时候有 但很少 总是有时候感觉脚步很急促 那怎么办 各位 我们就好像高铁一样 速度非常快 离那个钓鱼的那种心灵的生活 慢悠悠的 好像越来越圆 如果我们想要拿出一张A4纸 画出一张特殊的时间表 就以为这样可以实现理想 劝大家趁早放弃这种想法 这是心存幻想 刚才说了 时间最美妙的地方 就是我们不能预知时间拿去浪费 这是让我们欣慰的 来年 明天下一个小时 都为我们准备好了 是全新的 没有被使用过 仿佛我们整个生涯 都好像没浪费 滥用一分一秒的时间 这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 我们随时可以开始崭新的一夜 所以每天早晨都是崭新的一夜 每天早晨都是新的 另外有些大脑工作者认为 哎呀 我的大脑持续繁忙的工作 其实没有一个人不用到大脑 说某些人的工作是大脑工作者 这是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不见得全对 好 我们就说某一些大脑工作者 很繁忙的工作 会不会感到疲倦呢 大脑会不会像手臂大腿一样 感到疲倦呢 其实大脑需要的是调节 他不会像手臂大腿那样 感到疲倦 但是当然了 大脑也需要一个睡眠的过程 这当然是一定的 我们去研究一些人每天的日程表 日程生活 你会发现他们在离家之前 去上班之前 他们匆匆忙忙的准备早餐 穿衣服 刷牙 洗脸 这好像都没有浪费时间 因为他动作很快 可是光当一声 关上他的家门 这个时候不知疲倦的大脑就闲下来了 步行到车站的路上 头脑是一片空白 走进车站 通常要等一会儿 就悠哉悠哉的夺步 夺来夺去 他不知道这样是在浪费时间 然后一天上班 完了下班回来 通勤的时间 回来又感觉自己疲累了 无意识的在那里 可能过了半个小时 接着想到我应该吃点东西 晚上就开始吃点东西 抽根烟 有些人会见朋友 悠哉悠哉 打牌翻翻书 意识到年龄不饶人 散散步摸摸钢琴 天呐 转眼 就是十一点多了 接下来他就开始想 哎呦 还没学习呢 我应该上床睡觉呢 哎 还是我喝上一口酒呢 还是我要学习学习呢 哎 学习学习 大脑好像感觉累了 好像不能正常启动 启动的速度缓慢 算了吧 纠结着 就去睡觉了 就这样 时间如梦一般的 神奇的消失了 也说不清楚 时间到底去哪了 各位我们要证实事实 其实有个办法可以帮助我们 从我们的正念开始 正确的正念头的念 当我们下班回来的时候 你要对自己说 我并不疲倦 人的舌头神经 可是管理着人的中枢神经 语言的创造能力是很大的 甚至我们的生活 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言语的结果 圣经有一句话说 我们会吃舌头所解的果子 生死都在舌头的泉下 你去餐馆点菜 是用舌头说话来点菜的 对吧 服务员是照着你所说的 把菜的拿给你的 端给你的 同样的 我们的生活 环境 遭遇 有可能就是我们话语所点的菜 各位 你所点的菜 你喜欢吗 你是点灾难菜呢 还是点幸福菜呢 所以我们的话语是非常重要的 请大家特别留意自己的说话 人若想要享受美好的人生 一定要禁止自己的舌头 不说恶言 这一点非常重要 回到家 承认自己 我并不疲倦 然后安排好晚间的生活 中途不要让晚餐打断 不是说你就不要吃晚餐 有的人的确是只吃两顿 他们有他们的观点 但是不是说让你不吃晚餐 你可以吃 但是你吃的时候要注意 当然你要好好的和家人 一起坐下来吃个晚餐 好好地交流 不要心不在焉 到处划手机 特别注意 晚上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是你可以安排的 不要在这几个小时里面 模模糊糊地耗尽了所有 这个时候可以做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提升你心智的事情 不得了啊 就算一周六天 你每天抽出半个小时 或者有一两天抽出一个半小时 每周大概有七八个小时可以实用的 如果这七八个小时 你抓住一个焦点来学习 半年下来 一年过去 你就可以高声地歌唱 这七八个小时 一周你都可以做那么多神奇的事情 其实像一早一晚 有些人花个十多分钟锻炼身体 其实我们的体格就会改善 体力就会增强 整个身体状况就会有所改观 不需要花太长的时间 有些人说一想到运动就要需要一个小时 也不一定啊 跑步 小跑一会儿也行 为什么非得跑一个小时呢 当然有人的根据跑一个小时才有效 也不一定 你有看过《微习惯》那本书吗 那个人运动不喜欢运动 但是每一次他就坐一个俯卧场 坐一个俯卧场 慢慢的慢慢的 我既然做了一个俯卧场 为什么不做两个不做四个 慢慢的他就养成运动的习惯了 微习惯也很好 所以不一定要运动那么久 其实上帝并没有邀请我们 每天一定要花一两个小时运动 他造我们很好 花个十分钟二十分钟锻炼 我们身体就见效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 抓住焦点的学习 另外呢 我们要训练自己的注意力 注意力可是稀缺的资源 有一本书叫《稀缺》 专门探讨注意力 谁能吸引人的注意力 那门生意就有得做 就是好的生意 所以要训练我们的注意力 一个人不能集中注意力 就是不能给大脑发号施令 叫他服从 就没有真正的在生活 所以每天上班的时候 你可以在上班的路上 通勤的时间 你可以集中精神 想某一件事情 可能会分心 这个时候揪住他的脖子 把他领回来 拽回来 可能要好多次拽回来 你的思想 不要灰心 坚持住 你会成功的 借口自己精力 无法集中 是难度的表现 通过每天不断的训练自己 集中精力 精力 集中注意力 你就可以时时刻刻 随时随意 统治自己的思绪 要做自己思绪的主人 你可能带一大本百科全书 带一本大瓷海 到地铁里 坐地铁的时候学习 人家会讶异 会窃窃私语 但是如果你在心智里面 思维里面 进行注意力集中的训练 那可是一天最重要的活动 别人也不知道 但其实你在内心深处 进行着一天最重要的活动 当然了 集中注意力 不是叫你放空 全神贯注于有用的事情 比如说 早上起床 有一点的时间 看一段经典的文字 看一点论语 看一点道德经 看一点圣经 看一些经典的书 然后在地铁里面 通勤的时候 去想一想 反复思考一下 反处一下 这对我们是非常有帮助的 练就这种全神贯注的能力 就好像学钢琴的应接练习 是很重要 朗朗也说 一个小时 二十分钟应接练习 二十分钟练习曲 二十分钟自由创作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所以注意力的练习 也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我们要训练自己阅读书籍 书籍是宝贵的 当然阅读书籍 不能够取代 每天自我的反省 和自我的回顾 这些是不能够缺乏的 也培养我们自己 对艺术的兴趣 其实生活中 没有法味的东西 只要保持好奇心 保持好奇心 意味着我们真正在生活 满足好奇心 就意味着拥有一颗 善于感悟的心 粗略的小说呢 就不要读了 好的小说呢 甚至我们读它的时候 不需要我们费神 读一本好的小说 好像我们乘坐一夜的偏周 顺流而下 快速顺畅地抵达终点 毫无倦意 出色的小说 往往不会让我们读起来 那么费劲 比如说 这个卢宾汉漂流记 老人于海 青鸟 巴尔扎克的 欧野尼格朗台 四大令色鬼之一的这本小说 像这些书 好像小王子 牧羊人 牧羊人奇幻记 这些都是好书 好的诗歌也是一样 你读完了 你不会讨厌诗 有些人以为他自己讨厌诗歌 等到他读完了真正好的诗歌之后 他开始喜欢上了诗歌 不再讨厌了 那就是好诗歌 读的时候要边读边想 如果我们只是读啊读啊读啊 为读而读 各位 那就好像切面包 每天就这么切面包 你学不了多少什么 只是读不去想 那不行 那是不行的 所以有些人的目标就是告诉你 我读了多少本书 有些书是需要精读 有些书速读 有些书不读 有些书不读必读好 不同的书要有不同的对待 书就好像朋友 有的朋友点头之教 有的朋友三五知己 有的朋友多条朋友多条路 有的朋友呢 就是三五知己 心照神交 对待书也是一样的 那今天总结一下 那今天分享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时间 每天早上我们口袋里装满了24个小时 神奇的时间 并且呢 下一个小时 明天的时间 都预留着给我们 所以每天都可以是崭新的开始 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财物 财富 可以说我们是时间的财务大臣 我们要做计划 免得我们浪费时间 我们做计划 必须要尊重计划 但不能够把计划当神 不能把计划当神 一定要顺服 为什么呢 因为人生会有很多的意外 在我的日程表里 有一行是意外 当有意外发生的时候 我就把意外给划掉 表示今天发生过了 表示我要去接受意外 每天都会有意外发生 所以各位 意外会打岔你的计划 不要把计划当神 我非得照计划行 打岔我的计划 我就要死不活 我就非常难受 不需要 也不要把你的计划 定得满意出来 分分秒秒 没有空隙 那还是人吗 那是机器人 人不要过机器人的生活 那是堕落 甚至有许多人 需要这样向上帝祷告 上帝啊 让我能够重定计划 降低我的期待和期望 因为有些人 期望太高 不切实际 这样他的幸福感 指数一定很低 有些人就需要这样祷告 稍微略微降低他的计划 当然有些人呢 像烂宁 扶不上墙 那他就需要另外的改变 这个人是不一样啊 我希望大家都拥有 满满的幸福感 好 这本书比较简单 其实内容也很少 我也花了很短的时间 就读完了这本书 这本书 悠游度过一天的24个小时 我希望每一天你都如此度过 好了 晚安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